你看 买房他没出钱 租房 写合同 一切的事 我儿子从来没管过 既然写你的名了 你怎么什么都不承担呢 我儿子得了 我买了五年 2005年买的这房 租了五年 这房子升值了 我就给卖了 又按理说 我写的您的名 你卖我的房 你是不是得干涉我呀 因为这钱不是他的 他没有权利干涉我 我就挂了他一名 知道吧 所以这房子就卖了 我就给卖了 卖了多少钱呀 我一共卖了143万 卖完了以后呢 我写的他的名 人家那房款 是不是得打到他的账号上 进他的账户呢 他说妈 你这钱呢 先跟我这搁着 咱们先炒着股 又赔了呢 算他的 挣了我们俩二分 我又跳进去了 我就应当卖了那钱 既然都吹出这份来了 我应当把这卖了钱 就应当供我所有 我也炒股 他也炒股 我怎么那么傻呀 我卖了这钱 我怎么没投的我购事呢 老伴祖宅拆迁款 早遭分配 买了房子 放到儿子名下 卖了房子 又把房款给儿子炒股 江阿姨一次又一次地 把钱送到儿子手中 那么儿子拿到这笔巨款后 真的去炒股了吗 后来他又买了一辆车 二十万 买了北京现代 他买车我也不知道 反正没拿着钱炒股 办别的了 买了辆车 买个房 还买 就买了地人这房 他买房我们也不知道 他买车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刚才您一上来说 想问这个儿子 把钱要回 能不能要回 指的是这笔钱 您听我跟您说 他们就没办这好心 西红门那房 他们不是卖都吃头玩的了 西红门那房是婚钱财产 这媳妇 他知道他落不上 这紫金庄园那房卖了 他们买的地人那房 这不是只有婚后财产 他们是安着内心 所以我问一下阿姨 也就是说 儿子一说他净身出户 你们首先就担心的 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了 对吧 儿子怎么跟你们说的 他还不跟我说实话呢 他说我净身出户 我说你怎么会净身出户 你把房产 就说秘人那房 他偷着写他们俩名 我们也不知道 那是我亲儿子 他偷偷着他们俩 我不能给他摘账 写的他们俩的名 对不对 他说等那房产 房板下来写我们的名 对 你知道吗 因为呀 他拜着母妈 他就写了他们俩的名 他呀还贷了款了 就是你看我们老两口 假说有买房的 人家也不允许 贷不了款了 贷不了款 我儿子没工作 他贷不了款 只能给媳妇 他能贷款 贷款我们也不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 儿子在秘云买房的呀 后来他们已经都交完定金了 已经都定下了这事儿 才知道 还知道 当时你们有没有跟他们说 这是花的我们的钱 这房子 是啊 他说的写谁的名都行 反正房门下了写您的名 他说这个也对 将来我们俩老了 这不家产都是他们的吗 是不是 这也对 可是呢 他说的这个 跟他做法不一样 离奇 我给他147万 告我买房的 你们怎么还贷款呀 我们就离奇了 是不是 不知道 儿子到现在跟你们说实话了吗 没有 没有搞不清楚是吗 带了多少款知道吗 他带了30万的款 你那房子90多万买的 对 那车那20多万啊 20万 20万 就说 这房子和那车 这才110多万 才110多万 还差好几十万呢 我们给他 他由我们那拿走140万 借的 借那这条写 明白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有跟儿子和这儿媳妇说吗 这钱是花的我们的 现在儿媳妇 那天跟我儿子说呀 离婚不离家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们几度 他们承认不承认 这是借的你们的钱啊 因为有字据 这不是有儿子的那 有我天字 有她的天字 就儿媳妇承不承认啊 他承认呢 你接着什么呀 后来我儿子 对 你儿媳妇说什么 说我们那儿子 你干嘛给他们打借条啊 那会儿就不应该给他们打 这儿媳妇说 对对对 这后来我儿子跟我说的实话 就是连妹妹呀 叫妹妹呀 他们都商量好 就是背后都算你们这点钱 我就认为 这儿养老子钱呢 这个你知道什么呀 我儿子信心出户 我估计他有他的目的 他们两口呢 就是商量好了 把财产先转移到媳妇身上 是你知道他离婚之后打的 还是离婚之前打的 就是离婚之前打的 2014年 对 买房钱 写的 买房钱写的 如果是买房钱写的 你能解释一下 你告诉我们他买房屋 说给你们老两口买房屋的 到底是借你们的钱 他们小两口买房屋 还是不是借你们的钱 你们委托他 他们帮你们老两口买房屋 他私自买的房 他买的房屋 既然是借你的钱 为什么还告诉你们 将来要写你们的名字呀 这不很奇怪吗 那不是他帮我们吗 这不很奇怪吗 这因为他的房本没下来 现在我想问问 现在这房本刚才问了 说还没下来是吗 那儿子儿媳妇 同意给你们改名字了吗 他现在倒了嘴的丫子 他弄吐出来 儿媳妇 你们在他们离婚之后见过吗 跟他说过这事吗 现在我们四个月 我们都没 他我儿子说离婚不离家 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完了 三月底 车儿谁让你跟你妈说的 咱们不是说离婚不离家 不让你盖着你妈 你怎么盖着你妈了 从那儿 他就走了 他又不敢 到现在四个月了 五个月了 他不见我们俩人面 我们不见我儿子这在 dönem我儿子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